這個戰量,坦白說,如果當年英國洞入籍的時候 或者其他8個民軍,我就用港大的福地 拖上來,你進來一進,我就九九九的時候你一個 我九九的時候你一個,接著我斷你所有準備糧 之後落冬在請裡面,我不賣糧給你,招土政策你就可以了 但當時清潮的時候,這些組織都不懂 這些事情都要經過幾十年之後,到這個抗戰的時候 才是清潮的,上次講過了,所以你看到就是 武漢保衛戰為何要再介紹這個呢,武漢保衛戰 其中一個最大的成果就是,武漢保衛戰 我們中國真真正正有效的作戰,先敗上海, 再敗南京,北京北平的那些合藍者那些人 全部都是長虛直循,直至我可能跟他搖戰了四個半月 幾十萬人,我們相容二十幾萬人, 的軍隊真真正正打出我們的所謂中國人的崛起 之後重創日本的元氣,因為武漢保衛戰, 他幾乎連最後一個師團,是保衛著日本皇宮都要抽過來, 進不出來,因為當時還未入戰時的狀態, 未重動營,在武漢保衛戰之後,日本抗日戰爭 正式進入戰略雙前階段,從此又會再無能力發動一個 類似武漢攻擊戰這樣的規捕,這樣的強度的一個戰爭, 小一點的會戰爭,經常都會戰爭,但不是他集中二十幾萬 駐力那麼大,十萬八萬,三五七萬的那些人, 而中國軍隊也發覺日本可以不但去戰勝, 可以去殲民兵,這個也是武漢保衛戰爭, 這個很重要的地方,我們看今次介紹, 不只是講這個武漢保衛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是講鬥爭, 黨外最後一次鬥爭,就是王明從國師科回來, 以為他自己是共產國際的中央主席團的長年, 他以為是自己做位,他不知道毛澤東已經在中央 利用過自己的能力和他長征的表現, 和之後的東征轉為安, 捉到國共第二次合作,但問題是, 所以他要和毛澤東欠天下的,欠黨裏面的負責, 而毛澤東當時也很公平, 江馬哥來,就和他搶到台南, 當時開了一個六屆全會,黨代表大會, 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所以六屆六屆, 六屆六屆之中要做一個政治報告, 誰作政治報告就是誰是責任的, 獨居全都是這樣, 你看十八大十九大誰作政治報告, 十七屆,因為他就是一把手, 所以作這個政治報告, 不是好像我們在幾下報告那些, 蛤?寫報告嗎?是你呢?是你呢? 這樣長的大佬, 這就是你自己確立自己黨裏面的權威, 一個機會,不是機會,是一個姿態來的, 誰做誰是下頭, 因為你的政治報告是要實行所有的, 總結未來自己立在哪裏, 將來怎麼發展, 受到這個政治報告是怎樣做的, 這個很精彩, 這場文大家要留意一下, 第二就是講, 就是兩個比武, 一個就是王明講五個問題, 然後毛澤東又講了一堆東西, 真理這一場, 然後劉少奇又表態, 然後就是武漢陪戰, 然後最後就是講毛澤東和蔣介石, 每一堆負債之後, 蔣介石是日本人發覺不行了, 不行了, 要這樣打的話自己頂不住, 不但軍隊是傷亡,不用錢了, 經濟你頂得順先的, 是不是? 然後就轉了, 即是說是江柔, 所謂叫做江柔併制, 就是什麼呢? 叫扶食政權, 不要辱死力, 就扶食誰呢? 汪正維, 這條漢家, 想堆壞蔣介石, 蔣介石在擴展中, 有一個很明顯的功勞, 就是什麼呢? 一定不投降, 砌下去, 這件事一定要給他公道, 蔣介石, 汪正維已經去到東加半, 頭一年多已經是投敵, 如果蔣介石好像去那樣的話, 中國呢,大漢家, 中國從此改遷歷史, 為什麼呢? 那時共產黨, 勢力不是很小, 硬力都沒有用, 天蠶都沒有用, 未破解而出入, 是不是? 所以這方面來說, 要還蔣介石的風道, 但蔣介石也是叫做放共, 反共, 你看看他怎樣去借共產黨部隊, 自己呢, 打完武漢背戰之後, 那頭兩兄弟打架, 雖然來說, 大佬打小佬, 小佬怎麼反擊他呢? 好巧妙的, 好巧妙的, 這個不愧為俗讀三個演義, 其中是, 毛澤東, 歷史上也有講的, 就叫做安居平五路, 這個很出名的製片庫, 我之前在三個議員一起都講過, 他安居平三路, 怎樣平法呢? 我們馬上看, 四條問題, Sorry